今天下期來關心 宣佈獨立參選總統的 凡海創辦人貴台銘 從今天開始轉臺灣的連數 台北市的總部在再起就出現 人家中 風聲 國民黨和民眾黨 現在正在參與 說要加金合作的進度 想要跟貴台銘 變演化 貴台銘這邊認為 這是國民黨在訪問 另外 健康健能的 政機拖秀 都跟部長等到中清晰 我認為這也會影響 民進黨熱情的支持度 這期要不夠10點 過台銘 台北連數在外面 就排了美加30人 被在連數正式開設第一天 就來表達支持 從2019就一直跟著他 我們很希望把他送進總統府 那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市長的支持者 修道祭的大學生 都帶新婚前來連數 這期就失去超過100分的連數數 貴台銘跟他的副酒 落會下是出現在幫救戰 但是現在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已經 共和合作的進度 要達成要做會 變完貴台銘 但是貴台銘反說是說 這是國民黨在訪問 在訪問 希望人家不能夠再破壞在下的政策 國民黨現在這種粗暴且粗糙的操作 已經成為在野整合的破壞者 選舉本來就是堂堂正正的向社會大眾 爭取大家的信任 下農業部長 等結局清晰下台 和外界任務 會影響民進黨參選人 落選項的領先優勢 陳其中被請 實施派系放話挽救選情嗎 但演變成實案議題 賴夫還是不講嗎 怎麼看在野黨比你必中糾心 對此落選項 沒有這麼便宜回應 現在民進黨來臨書是說 等結局清晰的事情 落選項並沒有參加相關討論 任務將是向民眾解釋 請訴並不會影響選情 既然做法不斷